这就是你跟她的缘分啊 不然为什么是你遇到她不是别人 人对宠物的爱这件事情是无可替代的 给她爱跟关怀就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有点毛毛的 我是小咖 我是Aries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读过他的著作有春的日子 就是他用他宠物的名字有春 然后写了一本新书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他聊聊 他跟他的宠物有春相遇的这个过程 欢迎作家冠淫 谢谢Iris 谢谢小咖 我今天有带有春本人来 有春本人 推荐听众朋友可以去找画面来看 而且我现在一直在拉他后头 他又死不来点男 一脸不不 你是主角欸 不然我在这里干嘛 对不对 冠淫要不要先帮我们简介一下有春的一些基本资料 有春是那个棕色薄眉 不是肉眼可见 我大概三年前搬家立厨那天是下大雨 然后我们在搬家公司在进门口的时候 就在一堆杂物里面看到一只鸡毛毯子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扫地阿姨要把鸡毛毯子乱丢呢 就走过去我想把他捡走 然后就我一靠近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一直抖一直抖 就转过来竟然是一只狗 然后有春长相俊美貌似潘安 然后自己一直猛夸狂夸 就他长得还算可爱 但是他那天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 就自那种你想象一下可能你十年没剪头发 然后也没有去做脸 然后又素颜 总之博美的漂亮就是那一身毛 他那个时候头发也是非常的长 可是博美的毛很需要整理 所以他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呈现 发丝严重分叉打结 要用海伦仙就是没有 就是头发很乱 然后一头乱发 但是看得出来还是一只平种犬 然后后来因为我没有养过狗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是我们那个里长的牵制能力很大 他躺下来叫我摸肚子 我们现在还在on air 敬业一点好吗 还是你要对镜头翻嘟嘟 对啊 他真的很夸张 你敬业一点 喜欢这个沙发 今天他很自在 喜欢那个沙发 可爱 里长就说如果有看到浪犬的话要通报他 因为有些人对浪犬蛮害怕的 所以里长的做法就是会先把他带到警察局安置 然后公告说有没有人要领养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会送到那个 就是收容所 然后就会进入十二夜的剧情嘛 所以那个时候 友春就先被里长带走了 进到警察局待了一天 然后我就觉得很 不知道很挂心不下他 因为我那时候跟他已经对到双眼确认过眼神 然后我觉得他眼睛长很深情 你不觉得吗 虽然他本人就是懒懒废废的 可是他就是靠在双眼睛在吃饭 跟梁少尉一样 后来我就觉得很放心不下他 我就问里长说他在哪 哪一个分局我想去看 就里长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然后就接上了以后 然后就在群组里宣布有我领养 我就领养他了嘛 然后有一次我就带他去公园玩 就发现他的反应跟一般的狗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狗都是喜欢公园的 有各种气味然后还有狗朋友 然后我大概去玩一下以后 他又开始不坐着不动 这累了吗 对我也以为是 因为我先去给兽医看一下 大概外观有没有什么要处理的伤口 因为他那个时候全身蛮多皮肉伤 尾巴也是那个破到健骨 就是不知道在外面走了多久 尾巴举不起来因为他已经折断 然后开放性骨折 他骨头还在外面 然后我就先给他治一下皮肉伤 他就看他牙齿跟我讲他大概八九岁 那我就想说 对对对 想说体力不太好 好像也是应该的 就让他坐着休息一下 结果后来晚上回到家 他就开始完全不动 就待在同一个地方 动也不动 但他其实是蛮亲人的 你看你看 太誇张了吧 他阿斯耶 他阿斯阿斯 我就烤了一片牛肉 放在他鼻子前面 我想说这是最后的试验 因为一般的生鲜的 刚烤起来的牛肉 狗如果没有反应 他真的是就是有问题 就他完全动也不动 他连鼻子都没有抽动 结果我就赶快 那个把他夹再溢下 然后就冲去挂急诊 那天我才知道 他心思虫非常严重 然后医生就说 他可能会猝死 然后心脏瓣磨 我已经被心思虫啃到 有一片都没有了 好天真哦 然后医生就说 就安慰我说 你不要太花心力在他身上 因为他已经走到末期了 直接先跟你说最糟的 而且那医生就很烦 就是我那个时候 他在讲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一直哭 但是那个医生又把那个字念错 就让我一直出息 他就说 你这狗随时可能会脆死 然后因为我念中文系 然后我就一直在心里想说 医师是猝死 他就说 你不要太难过 他会脆死 我说医生是猝死 眼泪直接流回 我真的是真的 所以流下来的当儿又死回 我们家的组成蛮简单 就是 有春碳的一口气 这一口气是有春碳的 不是我 我没有那么无奈 就是只有我先生 然后我小孩 我小孩那个时候大概三岁 所以我们都没有养过狗 我先生也没有 那完全 真的很勇敢 就是全家都是对狗 没有饲养经验的 我先生刚回来的时候 就觉得他很可爱 可是也还蛮害怕他 然后有春也害怕他 因为刚到一个新环境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住在旧家 然后我们旧家做了很多城櫃 有春就是每天都会选一个城櫃躲进去 他都不愿意出来 好像猫哦 对 忧郁的感觉 对 他会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 他自己出来放饭 但是他不会跟我们互动 然后后来 那个因为病得很严重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我觉得 我可能没有办法handle那么多事情 我想帮他找有经验一点的四主 但这其实就很难 因为他年纪大 对 然后他很明显在生病 然后后来我先生就跟我讲说 不用找啦 他都好不容易才刚习惯我们家 这就是你跟他的缘分啊 不然为什么是你遇到他 不是别人 我就听得很感动 对 很想哭耶 对啊 他就是说 他就是为了遇到你 才在那边等的啊 不然他就 可能那天就往生了 因为那天非常冷 又下大雨 他其实帮不上什么忙 因为他没养过狗 但我觉得家人的态度 形成一个共识跟爱的支持真的很重要 人对宠物的爱这件事情是无可替代的啦 那家人的态度是最重要 然后我小孩本来也很怕狗 结果我发现 友春根本比较害怕他 对啊 友春还害怕他 他们两个后来在家里就渐渐互动 那好在友春是小心犬嘛 对 所以他就是小朋友都算很喜欢他 那我后来发现 友春对他展现无比的包容跟忍耐 因为他对小朋友来说很好玩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娃娃 然后他就长得像娃娃 而且他没什么脾气 所以我女儿在家都会把他抱来抱去 然后或是用婴儿的背筋 把他背在背上 反家家酒 对他饰演妈妈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活体 对 在扮演婴儿 然后友春就会两眼放空 就认他 对在旁边 然后用那个婴儿背带在后面背着 然后我女儿就像个单亲妈妈在那边 伴家家酒 然后还一边拍他说 哎呦 那个妈妈爹就来照顾你 然后友春在后面眼神 然后他就是对他无穷尽的包容 但是到公园看到其他小孩的时候 他都会马上抓狂 因为狗其实都蛮不喜欢小孩的 同学跟爸爸妈妈讲说 我想要养狗狗 就说他家的狗狗好可爱 因为他看起来人出无害的样子 爸妈都知道 小孩开始这样喊 但是他后面就可能不会照顾他 对 可是我女儿会 因为他当初也支持他要留下来 说他很可爱 我就说你确定 不然我们要三个人都同意 因为他就会成为我们家人 但家人会生病 你是要照顾他的 你敢捡他大便吗 所以我女儿是 每天大小便他都会去收 要做到这件事情才能当主人 我觉得冠儀讲的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刚刚前面就有提到说 就是要决定留下他是 有跟家人一起讨论 是三个人一起讨论 不是只有大人讨论 而且他也很尊重狗狗 就是有跟女儿说 你不可以就是玩他的时候 让他不舒服还是干嘛的 设想到就是照顾他是一辈子的责任 不能只因为一时的好玩 对 因为我觉得这对小孩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刻的生命教育 它就是一个生命 你要对它负责任 它跟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的重要性是一样 所以后来他就去学校跟同学讲说 你如果要养狗的话 你真的要先练习剪大便 如果你不敢剪的话 你爸爸妈妈不会让你养 你又变小老师了 可是这很重要 如果他吵着要养狗 结果什么都是我在弄 不是很奇怪吗 他就只负责欢乐的那个部分 所以他早上起来 他就会先去寻 有村大小便的地方 他有没有大小便 有的话他就会先收拾干净 然后再开始进行他上课程序 有村帮我教养完成 变得很有责任感 这我听到我一定会超感动的 每个狗的个性不一样 他的陪伴就是你只要在他附近 然后他就会觉得他跟你有相处到 他其实不是非常黏人 因为有些狗是真的 那个要一直抱着 或者是他会想要跟你玩 但他完全不会想要跟我玩 他只想要跟我在一起 在一个空间里面 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对 所以我就是让他尽量 制造跟我在一起的环境 那如果那天我真的 没有办法把他带出门 我回家就是会好好的 带他出去留 然后睡觉前跟他讲话一下 大概就是跟分配给小孩的时间差不多 然后小孩有一阵子 还跟幼稚园老师告状说 妈妈都爱有村 你都不爱我 真宠 对啊 但是差不多其实因为毛小孩就是小孩 所以大概就是有两个小孩的感觉 只是个性不太一样 然后他不会说话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最近有帮忙照顾 也是另外一只博美犬吗 因为我们家那个空间里 从还没有出现过第二只狗 有村一直都是唯一的一个犬 然后那个新来的来的那天 有村简直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么激烈的情绪 可是他不是旺旺旺废废废废 不是他超好笑 他是一个 那个罪汉罪倒在角落 然后脚这样子就崩溃 然后眼神一直这样子 满脸都是泪水 然后这样看着我 然后再看那只新的狗 因为他无力反抗 有的是新的狗出来 然后接下来几天 我就看到他在家里的角落 各个角落崩溃坐 崩溃坐 崩溃坐 然后一直用一个 无声的抗议吗 对一直都是一直用那种 快要哭出来的眼睛 一直看我 两只狗个性差蛮多的 因为新来的 已经在新加入家里的时候 一定是在症痛期 所以他比较不会去 对爱这么敏锐 他先把自己的喜剧安顿好 所以他是在那个情境里 那他完全是在情绪的情境里 所以就是给他爱跟关怀就好 现在好多了 我觉得是很棒的方法 可以就是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学习 如果家里要迎来 原本就有一只宠物 要再迎来一只新的宠物的话 就是务必要照顾好原本 家里那个宠物的情绪 我们谢谢友春 还有冠银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精彩跟很感人温馨的故事哦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给我们五颗星评价 每周一五准时收听 有点毛毛的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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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